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男女在中年时间有好运出现 二 实纸网格纹 在实纸第三节指腹处出现明显的格子纹时 表示其人财运旺盛 赚钱比较容易 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 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 所以如果实纸第三节这块地方纹路 比普通人多则运势明显 三 传统首相的昆卫 都知道首相杂文乱文越多越不好 那么为什么下图花圈这个地方乱文越多财运越好呢 因为这个地方就昆卫 代表一个人心思细腻 缜密 头脑灵活 善于抓住商机 很适合自主创业做老板 人过三十很容易发财 财源滚滚 四 钱财位 小纸下方为钱财位 此处杂文也一般属于钱财文 尤其是当杂文形成格子状的纹路 往往是横财旧手 财运比较大的首相 这地方的纹路比较多 则适合做创业做生意 能够抓住机遇 钱财多有好的机遇出现 五 大拇指下的杂文 大拇指下的杂文样 一般都是富贵文样 也就是说 这个人勤劳踏实 不怕吃亏 不怕吃苦 年轻的时候 常常对工作有极大的热情 并且努力进去 所以在中年时常常有机会翻身 到了中年就会逐渐富裕起来 变得富贵起来 有希望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六 景字纹 景字纹是一种吉祥有力的掌文文样 如果景字纹在中指或无名指以下 则该位置属于富贵的象征 它属于财大气粗的首相 意味着有财运的好机会 不过如果景字纹 或在大拇指下方的鱼记位置 则代表了财运会不错 这里的特征比较明显 所以手上的纹路 正在上面这几个地方比较多的话 那无论男女人 都容易在中年时出现好机遇 钱财运上多有成就出现 第二 超富贵的首相 手如干姜 家道必长 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 可以从面相得出 也可以从首相得之 那么快跟着我一起 来看看本期的首相图解吧 带你深入了解最富贵的十二种首相特征 你是否有土豪钳制呢 亦掌纹深刻且清晰 首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 性格 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 手掌纹路多 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 掌纹杂多混乱 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 奔波 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 做事情有章法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 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 事业发展得很顺利 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 二 手财纹深长 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 有一条平行与感情线的纹 就是手财纹 此文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 能否发财或守财 守财纹常代表入财多 守的财也多 守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 守财纹深长的人 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 会挣钱也会守财 知道如何管理钱财 也是富贵的首相之一 三 守如干姜加道必仓 守如干姜主要是缩手的握力 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 而握力靠的是干的阳气 如果干功能旺盛 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有这种首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 具有勇气 谋略 敢闯敢拼 富有冒险精神 敢为天下先 有不畏艰难的任性 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 取得非凡成就 四 手掌肉厚 柔软有弹性 以掌面为中心 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 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 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 后天成就 父母子女 婚姻情况 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 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 元气充盈 身体康健 肉主因 主腹 手掌厚而腹弹性 腹光滑柔软 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 福泽深厚 福禄天成 有此首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 一生财运顺利 免于奔波操劳 晚年安逸 五多财富文 在大拇指第二节文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文 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文 菱形文 钻石文 或类钻石文 均可统称为财富文 财富文以见方格文或菱形文为最佳 不论横文或直文 文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 代表此人亦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 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 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 六 财运线深且清晰 财运线又明水星线 是出于水星秋小指根部的短数线 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 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 一般挺直 且没有其他障碍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 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 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 财运顺利 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 容易会大富大贵 七 掌心凹陷 能聚财积符 如果把手掌笔做的聚宝盆 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 掌心的深浅 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 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符 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 是最容易发达的 年少家底丰厚 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 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 财运 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 晚年幸福安逸 八 多财博文 财博文也称为钱财文 是指在小纸和无名纸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 财博文寓意着金钱财物 这些文献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 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 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 能享富贵荣华 有这种手相的人 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 生财有道 九 五指长短有序 中指稍长 从手相学来看 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 成就 配偶和子女 五指修长 长短 有序 间隙合宜的人 各方面各有所得 福则绵长 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 少时能得家人庇佑 衣食丰足 青年夫妻恩爱 子女原身后 一生运势平稳 其中中指稍长的人 说明此人善于计算 做事情缜密有条理 能挣钱理财 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利 对自己的要求严格 也很容易大富大贵 十 食指有三约纹 一般人在食指上面 有一条横纹叫做纸节纹 如果有三条纸节纹的话 叫做三约纹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 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 如果是女性的话 有很大的机会 嫁入富贵人家 受夫家福音 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 一是丰足 男性的话 也能取得有钱娇妻 总而言之 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 十一 太阳秋风满高龙 太阳秋在无名指的根部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 才能与生名等 如果手掌中 太阳秋风满高龙 颜色明润 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 理财能力 在青年时期 就能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 另外 有这种首相的人 大多性情温厚 正派乐观 个性明朗 有较高的素养 通常有很好的人员 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 社会声望和地位 衣食丰足 家庭幸福美满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 十二 沐星秋饱满 沐星秋位于食指下方 代表人的意志 欲望 地位和权力等 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 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 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 进取精神与好圣心的强弱 沐星秋饱满名润 而富有弹性的人 大多热衷名利 自负骄傲 充满雄心斗志 对权力和财富 有强烈的欲望 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在财富地位上 取得出色的成就 往往有成为富豪的前置 若为女性 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 十三 贵人文成交叉状 生命线旁边的贵人文 如果呈现交叉状 并且整体清晰深刻 不中断 没有杂文出现 首相忠将此现象称为 玉带马 是吉利之相 拥有这种首相特征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 虽然工作 事业 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 不会有突出的成绩 直到四十岁之后 会遇到贵人指点 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 能够在事业方面 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 迎来人生的春天 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 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 儿孙满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